Hello,大家好,我是小庄 有好多朋友是不是特别期待这个大同V90后置大拓展 看看啊,这就是成型了,成型了 看看这棚已经封上了,侧面板也已经封上了 底边已经封了一半了,可以啊 我看刚才这个承重效果也是比较不错的 大坤跟小舅两个人站上都没问题 大坤现在虽然瘦了,但是也有180斤重的 看看,可以啊,这个举架有多高啊 大概有个一米七啊 你看看啊,整得挺不错 跟一个外置拓展小阳台似的,挺带劲 这两块往里窝啊,这块是一个门 是可以来回这样开的,这侧也有 这侧那片应该是卸下来 一会儿咱们就给它安上了 我感觉这个一片一片包着感觉比较慢啊 没有想象那么快,夸夸夸夸夸,几下就包上那种 是一个比较慢的工程 大坤呢 那个,那个七层是不是也快要安装了 定的不就高,您的不就高到了先收边 包括底下这花瓣吧 然后都收完边之后再按七层 啊,还有那么多东西呢 对,到现在目前为止能不能成功我都不知道 还是在挑战的过程中啊 嗯,这个不太,真是不太好弄 嗯,就是那个不就高,那个边是不是也是 就是卡在这块呢 就收边用的 就是比较成,那个好看一点 反正咱们这个车主行属 就是特别喜欢这个灰白色呀 老相容了 就喜欢这个颜色 别色,不要 看这承重相当可以的 很稳的 大空壳了 给它送瓶水 哎呀,这天就得多喝水呀 不多喝水的话再出汗多都容易稀土 感觉这个整完之后在那一待的话很有安全感的 挺不错的 当时我整完之后我要上去体验一下 行属这台车是短轴高顶是不是啊 嗯,对,短轴高顶 它这拖展完之后不是加加加加加长轴的 拖展完之后你C本都开不了 哎呀,太带劲了 这会儿就像个雨打似的吧 可以防止烧雨 可能咋样了 哎呀,把油变成这个汁的呢 嗯,现在就开始了 嗯 目前情况是明天这个花纹板到 嗯 把下面这个平台敷着 然后转圈那个咱们订做的那个收边条 嗯 也是白杠的 按照这个厚度 制作的这个收边条到的收上边 收完边之后是不是就可以打胶了 打什么胶 就是每个结缝那块 啊,对 结缝呢 已经打了胶 这个缝已经打胶了 啊,打了 对 它没有什么几个结缝 只有填棚上这个是 绑不够大 然后做了一个结缝 对对 上面就已经打完胶了 打完胶了 这应该也看不出来 收完这个钻圈这个白杠条之后 嗯 然后把这个门按上之后 嗯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这样收完边之后就能按七成了 现在咱们的七成也到了 对 给大家看一下那个七成 七成我买了两幅 第一幅买的没有什么经验 这东西原来大孔也没使 这东西没办法 所以说只能是尝试着来 对 嗯 这幅压力比较大的一个 嗯 能锁回去吗 锁不回去 这多少公斤 嗯 150公斤 嘿嘿嘿 不行 我也得三个人一起 所以说咱们就买到了 嗯 后来因为咱实际上那个东西没有多长 对 而且这边是带轴的 往上推的话这个重量很轻 嗯 这个就不能用了 这个可以织150公斤能织个啥呢 那把车织起来 织不起来 织不起来 还织出来织不动 完了之后织吧呢 还还还还没啥 就是没用 对 所以说在改装的过程中 不断的尝试和摸索 然后了解材料 了解这些东西 也是每天学习的一个内容 嗯 最后就知道了 这都是想不到的开支 那没办法了 这只能算自己 是啊 朋友们期不期待这个大扩展完成之后的效果 我现在是老期待的 你和朋友们是比较期待 比较范畴 怎么的呢 太难了 这个东西 一下午跟小舅想把它销上 嗯 然后也没销上 就反复来调整那个荷叶 嗯 就是它就是荷叶 好像都堆积在一起了 那种感觉 这个结构 结构太多了 嗯 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啊 就等明明材料一到 往上压嘛 然后继续干嘛 感觉无锈无止 这个这个这个后置作斩 那肯定的 我感觉这几个 这个铝板啊 都安了好几天了 铝板它这框 它不标准 因为 正常咱们那个 如果做一个框 荷叶 嗯 没问题 如果给一个框 单独封 封板 也没问题 但是你要设计到一起 它就是种种问题的 就会出现 别着急了 再等两天看看效果吧 今天就算收工了呗 收工了 因为太瓦了 累得都没劲了 哎呀 看看外面都黑天了 大羊羹都已经扭起了 哈哈 收工回家吧 收工 拜拜 朋友们 明天见